最近冯绍峰跟赵丽颖都在横店工作 两人也把儿子翔翔接到横店作为爸爸妈妈 在工作的同时兼顾带娃重任 让翔翔拥有完整的父爱母爱不得不说 赵丽颖冯绍峰作为父母是很合格的 前几日冯绍峰带儿子参加饭局聚会结束 大概拍引起太多关注 先让助理抱娃离开 三岁的翔翔也很懂事 6月30日 外又有媒体曝光赵丽颖儿子翔翔的一组近赵 引发外界热议 当天赵丽颖正在拍摄新剧 一身古装打扮又美又鲜 可能是太想念儿子 在拍戏时的赵丽颖都不忘安排工作人员 去冯绍峰处接孩子想想 想想当时正在与爸爸冯绍峰参加聚会等聚会结束以后 想想在保姆的带领下从餐厅内走出 小家伙虎头虎脑的相当可爱 不知道是不是眼睛近视了 他脸上还戴着一副眼镜 想想从餐厅出门后一直与保姆手牵手相当乖巧 之后两人就上了赵丽颖的豪车一同回家 这辆车曾接送过赵丽颖多次 而且还是豪车里的知名系列 官方要价一百多万 等儿子走了以后 冯绍峰才低调现身并自己坐商务车走了 看得出来 赵丽颖与冯绍峰在私下都努力陪伴儿子成长 抓紧一切时间和孩子见面 众所周知 赵丽颖与冯绍峰曾是娱乐圈内人人呈现的夫妻 两人因戏生情之后顺其自然恋爱结婚 并在婚后生下了儿子想想 可惜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 2021年双方对外宣布离婚 并称会共同抚养儿子长大 就目前来说 想想和爸爸冯绍峰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 早前曾有媒体拍到冯绍峰爸爸送孙子去幼儿园 等孩子放学后被赵丽颖方工作人员接走 后来赵丽颖在商场内与儿子见面 母子俩说说笑笑 享受着难得的独处时光等待商场逛了一圈 赵丽颖又将孩子送去冯绍峰家了 曾经的恩爱夫妻如今只能像普通朋友一样相处 着实令人唏嘘 不过换个角度来说 冯绍峰与赵丽颖现在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两个人都努力拍戏为大众带去好作品 赵丽颖目前有一部新剧幸福到万家正在播出 虽然刚播不久 但是已经引发了很多讨论海上过热搜 而冯绍峰平常除了拍戏之外就是运动 小日子过得非常犹宅 不管如何都祝福冯绍峰与赵丽颖往后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好 期待他们更多的好消息 听说长得好看的都喜欢订阅和点赞哦 我知道我还怎么做得ез没ремvat 不然ased νae dow 遇痛 解散 сообщ